哈喽哈喽朋友们好 好 咱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双手工鞋的细节 这双手工鞋呢 其实我已经够得了有好一段时间 只是一直没有时间做视频 那么摆在面前的这个木盒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今天我要聊的是这个Uso的牌子 那我先做一个剧透 其实呢咱们今天要看的这双手工鞋呢 它是披着Uso外套的Antonio Macchiariello 其实这也是我最早接触过的Antonio Macchiariello的这个鞋的这个品牌 其实以前我不认识这个牌子 那第一次得知和尝试以及体验 也是从Uso的这个官网上面来的 那说回这个木盒 当时呢看到这个包装的时候 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配有木盒的手工鞋 所以呢当我第一次收到这一个盒子的时候呢 对我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视觉冲击的 觉得就是这个感觉很高大上 然后就是挺不一样的一种逼格 然后但实际上从功能上面来说的话 我个人认为它可能就是对于防这种防潮上面 比起普通的这种纸盒可能要好一些 但这个我无从考证 如果视频前的朋友们知道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我 这个木盒它是真的沉呀 除了这个逼格这个presentation很高大上以外呢 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的笨重 收纳上面呢也不收纳呀提取呀 其实都不是太方便 又重然后又有点滑 一不小心啊这个没拿吻砸到脚上 那可跟真不是开玩笑的 其实这种木盒我觉得它并不太结实 因为它是这种一些木板木条 然后用钉子把它固定上的 所以其实你呢就是在视频中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掰的时候 它就是很容易其实掰熟了 所以特别是就是我有两套嘛 然后另外那一套的这个木盒呢 在运输的过程中 可能那个边上的这种保护垫没有包装好 所以其实到的时候呢 有一个盖子其实是已经有点歪的 我又给摁回去了 就是那种 OK所以这个呢品相就好一点 所以就拿出来做一下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上面是一个歪把优手的这个logo 打开之后呢 这个木盒里面就是很 对比我后面在买的Antonio Macariallo的包装来说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AM的这种包装 它里面就是两个防尘袋 然后AM一般也都会用这种气泡垫子 把它稍微做一下这个隔离 以至于它不会然后做一下填充 让它不会就是到在盒子里面到处撞 然后同时也塞了一些这些纸 其实之前有更多 有一部分被我给扔掉了 否则的话它是基本上可以磨掉整个这个盖 然后这个盖子盖上之后 它整个里面就是基本上填石 所以不太会有这种跑动 好那这一双就是咱们今天要来分享细节的成鞋 这个袋子呢 它不同于Antonio Macariallo的大部分的鞋品 因为AM的一般是RTW用的 是红色的那种有点像绒面的袋子 然后更高端一点的我有看到它们好像是有那种格子状的 然后这个呢其实是比较偏向于就是有一点这种绒面加麻布的这种质地 然后是Yoso的logo 所以它是然后颜色上面也不同 不同于大部分的AM 这是一双soft square的轩形 然后这个擦色呢是那种叫antique oak 就是复古的这种橡木色 然后我当时其实对这个颜色对我来说还是蛮惊艳到的 因为AM的擦色上面的一些理解确实是还是蛮漂亮 跟很多的其他成鞋还是挺不一样的 然后这一批呢是AM跟Yoso合作的 这是一双Bermoral的Oxford 大家会看到就是这边有这一圈的这个线 这是一个Bermoral的Capital Oxford 然后上面有雕花 打开了之后呢 这个其实也是AM的这种弹簧称 然后它这个跟其他大部分鞋称比较做的比较不一样的是 它在这里多做了一块把它覆盖 所以当你把这个鞋称塞进去的时候呢 整个的这个弹簧杆它是被金属杆是被那个掩盖住的 所以看起来整就整体的这个鞋称看起来就更加的细腻一些 就细节上不会看到就是感觉就是特别硬朗的那种风格 能看到那个金属的那个那个金属棍子啊 然后呃里面呢用的里面写的也是印的这个YBOYoso的logo 所以整双鞋呢除了这个风格能够看出来是AM 然后呃所有的logo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写的是AM的标记 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这个鞋子的这一圈天鹅井 然后运用一下之前咱们视频里面的朋友跟咱们普及的这个知识哈 用一下这个专业俗语然后这里是有也是一样的有这个端根 整体的风格都非常的AM 呃没有什么太不一样的 然后呃情底整个都是比较标准化 美中不足就是由于这双是从YOSO网站上购的 所以呢去做原厂的鞋头铁这也不是一个可选的选择 但是除此之外呢就是呃我对这个擦色呀款式呀各方面我都特别喜欢 这一个因为呃是一个合作款嘛呃他其实这款在AM的网站上也有 只不过这个配色呢呃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能也得要做一个MTO 好那咱们今天这期视频的呃细节就分享到这儿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